来观战一把捷克,这个捷克的胜率80%几啊,空军囚图教授加野人 野人这个ID不会后面阿阳说后面是 真勇,爱行啊 空军囚图教授加野人,空军囚图教授野人打捷克 修机会有点慢,如果抓个囚图的话修机会有点慢 抓教授,抓教授看教授带不带飞轮,这个教授如果带个飞轮其实还蛮不错的,蛮强的 一刀误刃有了,这刀误刃打中以后,捷克下一个误刃应该是带走这个囚图了 囚图没有任何操作空间,因为这个点位捷克插眼就一定压得住 一定压得住,只要他误认不失误,这囚图就必没 没了,空军这边想将枪也交不了 这刀 这个开局对于囚人来讲几乎没得打 因为这套阵容囚图一旦倒地 他们的修机速度是打不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空军的枪野人顶 说实话都不够,都不够 唯有什么够呢,我想了一想,唯有勘探员 那种磁铁把人往回拽的,往回吸的可能会 而且要三连磁铁那种,一刀无刃打中 但是捷克这波去管了一手空军有点亏 这样的话让囚图拉到一个不干扰密码机的点位 而且这边似乎,这把捷克打得有一点点 有点凶啊 或者是有点飘 一刀无人甩中两个壳 全部没有能挡住实体刀,直接秒杀 伤害是拉满了 讲道理呢,这个局也确实是个捷克的优势真胜局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他换挂了 高分段,你换挂 伤害上面你是赚的 但是节奏上面你是亏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层话的意思 就你如果说这波换挂以后 你后面找不到这个囚图 你是不是等于这波挂金教授 你才是一挂 对吧 虽然说外面没有搏命了 但是这波一挂是不是意味着密码机总量已经快要到三台了 那这样的话你的一个整体挂飞人的节奏就往后推了很多 即便你在伤害上面已经打了五刀了 然后这边的话还挂了一个地下室 但求者这边如果选择卖掉 他们是可以保平的 这局我觉得你还别说 求者如果说这边过来压着 野人其中压着 外面的空军外面的囚图修机子 杰克只赢一手传送落地秒杀 然后压住遗产级 要不然杰克很难赢 看一下 这里没有选择切船 过来找空军 空军有枪 空军这把枪应该是等到杰克乌人甩掉以后再交 扭掉 好的 这刀吃了个实体伤害啊 骗红光 回头找野人 求徒这边的话机子能修 野人这边的机子 板子拍 求我一点骑猪 或者说吃一刀骑猪也行 但吃一刀骑猪你得吃的是实体的 这边求徒连线 你看这个时候杰克就很尴尬 哎想顶 漂亮 哎呀 这波顶 三人开门战有了 这波传送落地 依然是有可能打出一个人机同手的 但是这波顶断了这个节奏 那求徒这边的机子 快走 这个求徒是个二挂 确实得快走 刚才这波传送如果传的是囚徒 你别说这个囚徒被秒了 密码机压住 同时这个囚徒是个二挂 那就难打了 现在的话囚徒拉开以后找了个角落蹲 找了个角落蹲 空军这边的机子能修开 野人这边的机子也在修 交个电断 你隐身 翻 误刃一刀打中了 二挂 二挂 空军 救人 还是野人救 这边好像机子差的不多 囚徒 倒了 倒了 空军救吗 空军就不野人的机子 野人救 他们这个应该是开黑的 你看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交流啊 二挂 野人赶过来 骑着猪赶过来 对的 可以的 可以的 要的 空军开门战有枪 虽然说杰克有传送 但这把枪还是能拖一会儿 就看这波救人啊 或者说就看开门战 囚徒能不能撑得住 因为这囚徒是没有电的 断 隐身 顶了一波 可以啊 诶你别说这野人打得挺好啊 救下来帮忙扛 掩护 翻 走 快走 还怎么说 那囚徒走了呀 囚徒走的野人这边 我野人难命一条 没上过挂的 你 再追囚徒 再追囚徒 这边囚徒是个满血 吃无人不倒地 马上而且手里面能蓄出一个地 过来追野人 野人这边好像砸了块板子 野人能上猪吗 上猪了 地窖在这边 阿阳 阿阳你不能跳地窖吧 阿阳 阿阳 阿阳的队友 牛 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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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了 诶这把野人 真顶啊 空军这边 想等杰克传过来 给他来个 枪 阿阳 阿阳